内存 作为电脑八大件中安装最简单 但作用却颇大的核心硬件 不知道各位屏幕前的观众老爷 有没有遇到过内存不足 带来的游戏闪退 蓝屏 操作卡顿能现象呢 而刚需装机的小伙伴 是否也有内存选择困难症呢 为此超提克将制作一个系列视频 为大家简单高效地讲解 在选择电脑硬件时 都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那本期可以强调说的 就是怎样挑选一款 合适自己的内存条 如今的内存条正处于 DDR4和DDR5的新旧交替阶段 而内存条和固态 都是闪存市场的 两大重要下游产品 所以在固态白赛价的同时 内存其实也在疯狂下跌 2017年和2018年 内存堪比金条的现象 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二线品牌 160元16G 300元出头32G的内卷竞争 闪存市场的暴跌 可能也是今年装机圈 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那在购买内存前 大家知道这哥们 到底在电脑里 是干嘛的吗 官话是CPU和其他部件 信息流交互的桥梁 用于暂时存放CPU中的 运算数据 以及与硬盘等 外部存储器交换的数据 说白了 电脑就像一间工厂 CPU是操作员 硬盘相当于工厂的仓库 内存相当于 运送货物的传送带 当身为厂长的 你需要生产时 仓库里存储的系统啊 游戏啊 软件啊 就会被放到传送带上运行 而生产结束后 这些原料 以及生产出来的存档啊 文件啊 又会被送回仓库 那么这些传送带的速度 数量 以及容量 都会影响你生产的好坏 所以在挑选内存条时 主要看插槽 通道 容量 频率 时序和颗粒等参数 而这些参数的好坏 就保证了内存运行的 稳定与否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对这几大参数 一一介绍讲解 大家应该都知道 内存的DDR 几代掐扫的型号是不能相互混用的 因为它们的防带口并不一样 所以在购买内存时 一定要看清楚 你的主板是D4版还是D5版 以防不兼容 主要是英特尔的12代和13代CPU 会考虑D4和D5的选择 AMD的话 5000系CPU仅支持D4 新的7000系仅支持D5 除此之外 DDR5的PCB也有了不少的变化 部分供电 从主板移动到了内存条上 这样的话 除了特挑刻例之外 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 特殊优化的PCB内存 不过目前来说 对于大部分玩家改变不大 首先在通道方面 主流的消费基础版 都是最高双通道4插槽 12为通道A 34为通道B 所以说大多数装机 都是把两根内存 插在了24或13槽 来形成双通道 通道数的增加 会提升内存的实时读写速度 以前一个人的工作量 现在两个人来做 自然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同时双通道还会提升 游戏的帧数和和显性能 所以大家在购买时 能买两根尽量买两根 把两个通道都用上 而且套条 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 DDR5的单条也能形成双通道 在CPU-Z老版本中 还有双通道 识别成四通道的情况 但是DDR5单条双通道 大部分情况下 是不如同价位DDR4的 双条双通道来得好的 只能说双了 但没有完全双 在一些商品页面 经常会标注8G乘2套装 也就是套条 一般为联好的同拼内存条 很大概率为同一生产线上的产品 所以兼容性理论上来说 可能会好于丢丢 提高超频的稳定性 但你说具体有多少提升 你就问问内存 看看它能不能回答了 当然你想单独买两根内存的话 既然选择相同品牌 型号 频率 容量的 如果各不相同的话 很可能会造成不兼容的情况 第二点非常重要 内存容量 容量的提升 可以让内存缓存更多的数据 也可以存放更多的临时文件 现在常见的单条内存容量有8G 16G 32GB DDR5还有一个24G的容量可选 那先说结论 如果没有很高的专业需求 8×2G或者16×2G的内存是最好 也是最主流的选择 几乎可以无脑看预算 肯定是越大越好嘛 轻度办公和娱乐需求情况下 比如纯血沃的和QQ游戏打听爱好者 8GB基本可以满足 但想玩好还是建议16GB内存起 在网游和单机游戏需求下 16GB可以保证畅玩 但是如果后台开着网页查攻略 或者是听歌的话 建议32GB 特别是浏览器非常吃内存 如果有专业需求的话 平面设计或者轻度设计16GB起步 而剪辑建模等专业性需求 建议32GB起步 64GB和128GB 根据预算进行升级 当然目前普通家用平台 上限也就128GB 其次是在频率方面 频率代表着在单位时间内 开关电路的次数 那内存的频率越高 也就代表着读写速度越快 高频内存在DDR4时代 就证明了 其对于优化差的游戏 可以提高CPU和GPU的占用率 以达到更高的帧数 那DDR4长期的频率有 2666 3000 3200 3600 4000 当前市场环境下 3200和3600的频率 为DDR4的甜品频率 12-13代Corey和锐龙5000系 都可以选择这个频率 而DDR5长期的频率有 4800 5200 5600 6000 6400 以及更高频率的内存 因为13代的内存控制器 支持DDR5和DDR4两种规格 但选用DDR4内存时 由于SA电压被锁 高频D4内存很难上去 所以使用D4时 建议使用372或者是362两种内存 而如果你是一名FPS游戏的重度玩家 推荐选择DDR4的内存更好 372、376均可 如果主玩单机3A大作 想要占未来和没有重度FPS游戏需求 可以选择DDR5内存 在同代内存中 频率越高 性能也就越强 根据自己的预算选择即可 对于游戏而言 另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时序 在内存条参数贴纸的频率后面 通常会有个C加数字的时序标注 时序和内存的延迟数据挂钩 DDR5在部分游戏 体验不如DDR4的原因 就是DDR5的时序一般都比较高 时序的高低和频率 是正相关的关系 同样频率下 时序越低体验越好 同样时序下 频率越高体验也越好 但是通常情况下 频率越高 时序就会同步跟着升高 延迟也就会跟着变高 这就导致 有时频率变高的正面效果 无法弥补 延迟带来的负面影响 游戏帧数表现 则会不升反降 DDR4常见的默认时序有 C14 C16 C17 C19 C18 C20 C22 比较好的时序在C14和C16两个频率 高于18的时序 如果不是4000频率以上的内存的话 延迟就比较高了 C22主要为笔记本的内存条使用的时序 而DDR5常见的默认时序有 C30 C32 C34 C36 C38 C40 因为D5的频率更高 所以时序都普遍高于D4 一般购买的话 建议选择C30和C32的时序比较好 那搭配上频率来说 建议DDR4选择372C14和376C16 或者是更低时序的内存产品 DDR5的话 建议选择6000C30或者是6400C32 两种比较合适 那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颗粒 颗粒是每个内存的天赋来源所在 一个内存能跑到什么样的频率和时序 颗粒决定了内存的上限 DDR4内存颗粒 建议选择美光的C9系列颗粒 或者特挑的三星B带颗粒 这两种颗粒都有着不错的超频潜力 支持国产的话 也可以选择长星的A带颗粒 在超频潜力上 个人认为特挑三星B带 大于美光C9系列 大于普通B带 大于长星A带 大于海力士C9R 而DDR5的颗粒就比较多了 目前在市场刚刚发力百花齐放的情况下 出现了海力士A带M带等优质超频颗粒 超频潜力目前个人认为 海力士A带大于海力士M带 大于三星颗粒 大于美光颗粒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很多内存条存在混发颗粒的情况 虽然在内存行业中的行为比较正常 但是如果追求颗粒的 建议选择稳定颗粒的产品 除此之外 DDR5的PCB和DDR4区别很大 DDR4的PCB都是统一的 超频完全看颗粒的潜力 但DDR5由于内置了一部分供电 所以可能后面会考验 内存厂商设计内存PCB的实力 往后超频就可能不仅是看颗粒了 什么 你说你不用超频 基础XMP就够了 那么好的内存颗粒 就可以帮助你在同样频率下的 时序更低 游戏表现更好 什么 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是XMP 什么是超频 没关系 下期我们就安排一下内存超频教程 所以要个三连不够分吧 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 那就是外观颜值 一般常见的就是裸条 马甲条和RGB灯条 像那种颗粒电路都展示在外面的就是裸条 而内存马甲现在已经基本普及了 其实就是有帮助内存散热的作用 除了笔记本内存和品牌整机以外 基本看不到裸条了 RGB灯条的话主要看个人喜好决定 各家的RGB灯条外形设计也差异较大 不过追求性能的玩家可以买灯条 因为RGB可以显著提升电脑性能 还有RGB灯条一般高度都会高一些 可能会对部分散热器有遮挡 请注意渐容性这个问题 同时需要神光同步的用户 也要看看主板是否兼容 那综合上所述 不管是选择DDR4还是DDR5 都推荐8GB乘2的16GB组合 和16GB乘2的32GB组合 如果是预算有限 或者追求低延迟的9级FPS玩家 建议选择DDR4平台的372C16或者376C16 那如果是预算充足想要占未来的玩家 可以选择DDR5平台 新的DDR5主板也更加的多样 建议选择6000C30或者是6400C32的内存 如果是老电脑加内存的小伙伴 建议在内存价格白菜价的时候 换掉低频内存 选择相同规格的内存 兼容性会更高一些 那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购买内存的全部内容了 可能还有一些关于内存的细节没有提及 还请各位大佬在评论区 给予指责和补充 我们会在之后不断完善 并带来更加深入的超频介绍 也希望各位观众老爷们 可以给一个大大的三连支持一下 您的鼓励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那刚需装机的用户正好临近628 可以尝试用以上的方法 鉴别你最需要的内存条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te强 我们下期再见啦